西方国家一直不断的施压中国 一直要中国出来处理 那在今天又有传言说 俄罗斯向中国要军援 那当然中国否认了 他们这是中国驻华府大使馆发言人 刘鹏宇就直接说了 从来没有听说过 俄罗斯提出这方面的要求 北京希望是看到事情和平解决 当然美国这边又料很话了 就说如果你帮助俄罗斯的话 我们不会袖手旁观的 那回到呢 在今天进行的中美谈判 我还是请教伟翰 这样子一个谈判 能不能在这件事情上 发挥临门一角 其实现在目前国外势力的基础 特别是美国跟中国大陆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两天我看到有人 在呼喊梅克尔 对 唯一能够影响普丁就是梅克尔 其实大家也不要想太多 那是因为梅克尔 他在自己的这个卸任之后 他有出一本书叫梅克尔传 提到2014年的3月 当俄罗斯的军队开到 克里米亚 我刚给大家看的图 就是在乌南那个地方 他现在基本上是 俄罗斯的根据地 他往北走去打乌南 那当时其实俄罗斯在 出兵了克里米亚之后呢 他做了几件事情 其实这个宣传战争很重要的 他让很多克里米亚的民众呢 欢迎俄罗斯的军队进来 我们都是来保护你们的 那所以最后克里米亚 做了一个投票 97%的人都欢迎 俄罗斯的军队来 所以后来就实质在这个地方了 那当时原本是还要再继续进攻乌克兰 可是德国的总理梅克尔呢 跟普丁在2014年的时候 那等于这样子加起来是八年前的事了 不断的沟通 希望他不要把战事扩大 后来放弃出兵 观众朋友倒回来看 普丁当时把这个 我们台湾台语叫Sakura 把这个Favor做给了梅克尔 可是当时他可能根本也还没有可以继续出兵 然后像这样子多面发动 乌西我也炸 乌北我也攻 乌东我也拿 然后还有一个两个共和国 他也当时没有现在这样的条件跟实力 也没有这样的动机 当时他内顾存也可能还没有暴怒 对不对 所以你说就是因为梅克尔可以劝导他 我倒觉得现在去呼喊梅克尔出来调停的 我觉得倒不如就是刚刚千惠讲的 美国跟中国 中国大陆现在目前 可以跟普丁说上话的 一定是习近平主席 对 那美国方面呢 真正能够提供乌克兰所需求的 还是美国啊 北约也是看着美国的这个 的态度在做决定的 北约他不可能随便去动的 那美国现在提供了很多的武器 包含了反坦克飞弹跟刺针飞弹 美国的意思是说 现在目前 已经整个空域都被俄罗斯拿下来了 我现在给你这些战斗机 或什么其实没有用 因为你基本上 你的战斗机在乌克兰的境内 还会被俄罗斯的军队 用地对空的武器把你打下来 所以他说那你干脆 你就是多一点的反坦克飞弹 为什么 因为你在路上都会看到 俄罗斯的坦克车 所以你用刺针飞弹 你在路上你会看到说 俄罗斯的直升机 可是就等于 那你的意思就是 你要等到俄罗斯的军队 已经遍布整个乌克兰之后 然后再来想办法 到时候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美国的态度 跟中国大陆的态度 其实还是很关键的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 普丁在想什么 因为原本这场战争 按照整个局势来看的话 它是不应该发生的 事实上美国不是没做事 他只是没有把军队 开进乌克兰而已 他提供武器 他也每天在谴责 然后在金融方面的话 制裁 对他给他制裁 然后他禁运石油 当然禁运石油上礼拜 我跟大家报告了 未必一开始会痛的 只有俄罗斯 俄罗斯他是会穷 他的人民是会苦 就比如说 我们没有办法吃到麦当劳 我们没有办法能够 使用这些西方国家的东西 可是他又非常 非常这个粗暴的 把这一些 在俄罗斯的外国企业们 你们要走就走吧 反正我把你收归国有 连那个航空公司 的这些民航机 300架 就是非俄罗斯的航空公司 停在俄罗斯各大机场的 你不要了对不对 你不要了我要 通通拿回来 变成我收归国有 那所以其实普丁看起来 也不是见招拆招 还是他根本早就已经想好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调停无用 调停只是会让他 比如说他愿意跟马克宏通电话 通了好几次电话 对不对 但也没有什么进展 没有用啊 所以看起来就是普丁 基本上他会愿意 释出跟你谈的空间 包含对泽伦斯基 跟对美国 还有对中国大陆 你可以来谈啊 想要来跟我谈的人 我都跟你谈 可是谈归谈 他还是持续的在 我是觉得 所以即便跟泽伦斯基谈 都不用有高度期待 跟泽伦斯基谈 我觉得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重点还是跟美国 因为他显然想要的是 美国给他什么承诺 还有北约对他的态度 那现在泽伦斯基 其实基本上跟他 没有太多谈判的筹码了 因为你只剩基辅 其他的国家 对不起 其他的主要城市 都已经被有效占领了 那当然乌克兰人 还在努力的抵抗当中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那个死伤 我真的真的不知道 他到底要怎么统计 那泽伦斯基总统 他有说 乌克兰的军人 死了1300人 那俄罗斯是13000 差10倍 那这是军人 老百姓呢 老百姓有多少 对不对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 最后美国的态度 跟中国大陆 可不可以劝阻 因为其实对中国大陆而言 我们台湾最近 因为大家都在挺 这个乌克兰 所以连华硕电脑都被 就是说要撤出俄罗斯 我昨天其实有在讲 就是说我们台湾有时候 有不要太明粹 其实在俄罗斯 华硕出货占5% 我们台湾还有另外一家A 我以前第一台电脑 四个字的 也是四个字的 它也是5% 为什么你就讲 你就讲华硕 不讲另外一家 我不要点名出来 因为这样好像害到他们 就很奇怪 如果台湾的电脑 卖去俄罗斯 让他帮助俄罗斯 去屠杀乌克兰人的话 那我们当然要叫他不要 他卖电脑 那你今天突然被 这个乌克兰的副总理点名了 对不对 所以就说 这些事情都无法影响 他最后的决定 其实真正能影响他的 关键还是美国 刚好这个网友 Sayuki 他抖内进来 他说他认为 乌克兰的结局只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 乌克兰接受普丁的 所有条件投降 第二个就是 俄军掌握了基辅 然后另外乌克兰 成立海外流亡政府 这是他的看法 不过现在战争还在进行 我们请导播给我们下一张 来看到俄罗斯使用了 有地狱之火之称的白鳞蛋 再加上当地发现了 俄军所遗留下来的防毒面具 所以大家很惊恐 说普丁是不是会发动生化战 再加上这个时候 拜登又料很花 他说如果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 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什么样多沉重的代价 他也没说 他就讲到这里 但我要说的是 是不是拜登也好 北约也罢 他们的警告 有可能会成真 在哪 淑慧 这个沉重的代价 坚定的支持都没有内容 都是一句话而已 之前大家也一直在问说 请问一下什么叫坚定的支持 会派兵吗 我们一定会给他当头痛急 什么痛急 最后就是一直骂一直骂 一直这个经济制裁 坦白说现在为什么刚刚说 这个泽伦斯基没有什么筹码 去跟这个普丁谈判 泽伦斯基原本的筹码 应该是欧美给他多大的支持 多大力道的支持 我后面一排靠山站在我后面 要不然的话人家已经打到你家门口 在你家里面 这个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 你本来就很被动了 可是这个时候 如果欧美真的是全力挺他 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要兵给兵的话 那我就有这个实力跟你谈判了嘛 我就有这个筹码跟你谈判 可是泽伦斯基没有啊 他只能不断的去发影片 然后不断的在街头或是什么 展现我们很勇敢 我们一定会抗战到底 但事实上他的筹码越来越少 虽然他说我们这个俄罗斯的死伤 是我们的十倍 那又怎样呢 你要一直这样跟人拨下去吗 所以欧美的夺挺他 才是他有多少筹码 现在普丁他就是一战逼合 你要来跟我谈 你比我急 要不然我就一直给你军队前进 今天炮这里 明天炮那里 今天普丁他已经兵在你的领土上了 不是吗 我有说在想 如果美国或北约 真的派一支部队到乌克兰的时候 普丁会不会反而被嚇阻到了 普丁会不会反而觉得说 这次跟2014年克里米亚不一样 欧美不是都动文的 动口而已 这一次我会面临到的是 真正跟欧美跟北约开战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北约他们从头到尾就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先划一条界线 我们绝对不过去 其实你过去未必会真的有军事冲突 因为可能你过去了以后 反而普丁会收敛 这就像警察 你不能一直在那边逼哨子 逼逼逼逼逼 你不准违规 你不准闯红灯 没有用 你警察真的要到现场 真的要执法才会有用 所以我觉得当这个欧美 把他们的底线过早 就让普丁知道的时候 普丁真的没有你怕 我在乌克兰反正就遇到的 就是乌克兰的军队而已 从头到尾我就看死你们 北约跟美国 就是任何维和部队都不会进来 这个乌克兰不是吗 如果说你告诉我说 你现在如果动什么武器 我们就会派部队进来的时候 那就看看普丁是不是真的是疯了 还敢这样动 所以我认为只有强力的行动 才可以制止普丁的这种 这种侵略的作为 或者是说把战火越扩越大 但今天泽伦斯基 他或是乌克兰 他其实也有苦没地方数 你看他已经这十几天来 他有多少次跟北约喊话 有多少次跟美国喊话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不是吗 提供了一些武器 提供了一些钱 然后呢 还是一样战火还是在他自己的领土上开火 甚至现在这个战争的后果已经外溢到这个乌克兰周边的国家 波兰现在就很倒霉啊 250万难民里面100多万人通通涌进了波兰 大家知道波兰也不是很有钱的一个国家 当时叙利亚的难民涌到德国去 梅克尔收容叙利亚的难民 就造成德国经济的这个重大的影响 所以德国在国内还分成两派的意见 就是我们需不需要为了这个难民的事情 导致自己的经济重挫 然后欧美其...欧洲其他的国家 基本上是比较袖手旁观 比较保守的做法 那叙利亚难民在德国80万 每一年德国要为叙利亚难民安置难民 付出超过200亿欧元 那大家想想看 现在100多万人涌进波兰 波兰跟德国的经济实力差多少啊 结果我们的贺锦丽到了波兰 提供多少 5000万美金的人道协助 他就15亿嘛 我一开始看到15亿而已 就15亿美金还不错哦 看可以吃几天 结果我认真去查 不好意思15亿是台币来着 我告诉大家一天都 光是一天的粮食都会超过15亿 因为100多万人 所以从乌克兰到乌克兰周围的国家 从战争直接发生军事战争的 军事行动的地方 到周围难民涌进的这些国家 这个时候反战的声音会越来越大 俄罗斯当然有反战的声音啊 乌克兰也会有啊 波兰可能也会有 那照理说停火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啊 是啊 可是问题是谁能付出代价 谁要付出代价呢 泽伦斯基他有停战的压力 可是他没有就是停战的筹码呀 所以他就变成他只能答应 只能答应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条件嘛 那如果当泽伦斯基自己答应了以后 说好乌东地区给你 请问一下欧美会不会说 这是你自己答应的哦 你都答应你们谈好就好了 会不会是这样子呢 那这样子的话 这十几天的人命的伤亡算什么呢 所以然后刚刚这个 这个委员提到那个中国的角色 说什么躺在那边没事也中枪 我也觉得有一点 我最近也在看 战争还没有开始之前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就去说 你看这个习近平一定知道 普丁跟他那么好 一定事先有打电要跟他找 你居然事先知道了没有制止 然后澳洲还叫他说 你怎么不表态 然后接着一开始是说 你怎么没有制止他 让他做了 接下来就说 你怎么没有跟我一起谴责他 谴责也要找人家一起 说你如果没有谴责 你就是普丁同路人 就像民进党一样 说国民党说 如果你没有谴责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欧美也很会用这种道德绑架 第一步说你一定知道 你们一定是同路人 第二步说你没有骂他 你果然是同路人 要不然你怎么不跟我一起骂他 然后第三步又说 其实只有你可以扮演调停 因为你们不错 所以你去调停 我觉得话都是你们在说 如果今天中国真的出来扮演调停了以后 调停成功了就说 你看吧 你们果然就是同路人 所以你调停有用 如果调停没有成功的话 又说你们果然是同路人 你没有尽力去调停 我觉得如果欧美都用这种 就是只有按照我的标准才是标准 按照我的价值才是普世价值的话 我觉得就是会有不断的 这样子的这种军事冲突 或一些紧张的情况一直发生 因为当全世界只有单一价值的时候 那是不对的 而且现在美国总统拜登他就说了 为了北约不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这是对北约附有 这个领土附有神圣的义务 但是为了乌克兰不行 所以不会在当地设禁飞蛆 在此时此刻拜登又继续这样的呛吓 我不知道我有一点点感觉 或许是错觉吧 他是不想要战争结束是不是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美国的说法是完全站在美国的角度来看的 因为他说如果我们进去 比如说我把武器交给乌克兰 或是我去帮这个乌克兰设定进飞区 那我就会升高跟俄罗斯的冲突 这就要讲的对不对 是没错 可是他完全不愿意跟俄罗斯升高冲突 所以是站在美国立场讲 那当然千万你那个解读 我觉得也会被人家说 是不是太过了 就说美国好像在旁边看 热闹给钱给武器 但不要达到美国就好 而且持续下去的话 他会偷垮俄罗斯的国力 是 问题在这里 好 就是说如果两岸真的打起来 我们今天跳动跳出来 然后再跳回去 如果两岸真的 比如说如果大陆真的打台湾 或是他不打台湾 他打东沙岛 那美国就要调停 美国就要这样介入 美国就提供给台湾很多武器 但他不来 然后让你去打了以后 让这个崛起中的中国大陆 原本已经作而忘义 要跟美国成为两个强国 他第二名 美国第一名 那那个第二名快要追到的时候 又因为战争关系就掉下去了 那开心的嘿嘿又是美国 那你不能排除美国 可能有这样的动机 只是他的做法 都是在民主人权的口号之下讲说 我给你协助 我要支持你 可是他支持的 他所做的 不是乌克兰人希望的 乌克兰人当然希望什么 希望军队不要进来嘛 希望不要有 俄罗斯的轰炸机 把我的医院炸掉嘛 那问题是 那我现在没有能力 阻止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可以来帮我吗 不行 请你自己想办法 那好那我现在 自己想办法好了 我还有勇敢的 乌克兰的飞行员 我们有飞机了 你可以给我飞机 我们自己上去站 不行不行 我给你飞机的话呢 俄罗斯会生气 俄罗斯一生气以后 后果不堪设想 那惨的就是乌克兰而已啊 所以其实我们必须有这个警觉 就是说美国他永远都只顾自己最大的利益 但是目前我们台湾最重要的盟国或者是伙伴就是美国 这也是事实 而且我们台湾大部分的民众也就觉得仰赖了美国 可是有一天如果说你最仰赖的人 他发现你仰赖他 你看他肌肉很大 而且看起来又这位英明神武 你看他旁边还有安全感 可是如果对方只是拿出一根小牙签 他就往后跑的时候 怎么办呢 那你能依赖的美国是不是能够真的做到 你以为他会帮你做的事情 比如说帮忙台海 帮忙束手 所有航空母舰都来了以后 然后大陆也因为这样真的也就 不对台湾进行任何攻击 那不要讲我们还有金门马祖 还有澎湖 还有东沙岛 对不对 所以我才会刚刚倒过来讲就是说 美国的部分我们要存以依赖 但你也不要直接下结论就是说 今天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做法 一旦台海如果发生战争 美国也一定百分之百一样 或许大家会说不一样 我们台湾有台积电 我们台湾更重要是第一岛链 所以美国一定会有实质的军事 也有这样的说法 那事情没有发生 所以你无法验证 你还没有看到普丁下令 他的军队挺进乌克兰的时候 你也不相信他会这么做 和他这么做了 那你现在很怀疑说 美国一定不会帮台湾的人 你讲到半天 如果真的大陆打了台湾的时候 美国还真的出 而且还加入战争协访 我们台湾的空军基地 都有美军在 那也有可能 机会不是很高而已 因为你现在目前看 他不愿意涉入的状况 他不愿意对抗俄罗斯 那他为什么愿意对抗中国大陆呢 那就说核心价值 乌克兰不重要 台湾更重要 问题是不对 乌克兰跟美国 还有邦交跟台湾 台湾跟中华美国 中华美国跟美日结合作 我们没有 所以这种状况下的时候 没有邦交的 而且我们只有14个邦交国 在国际上面其实形势相对 比较弱势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 我刚刚看到网络上 有一个网友一直在接 因为我一直看聊天室 他说听说跪着就可以避战 因为我在讲避战 所有人在讲嘛 那我要跟这个网友回应 不是跪着就可以避战 但至少你不用 去戳那个可能打你的人 就是一副就是 像方唐靖一样 我进去了我又出来了 对不对 我进去了我又出来了 打我笨蛋 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这样的要求 然后你就被孟达 孟达达叔已经不在了 所以你要去看什么状况 我今天讲我们两岸 因为其实这跟我们更相关 什么状况之下 中国大陆明确讲的时候 他可能要武力 来解放台湾也好 或是出兵也好 比如说发履台独 比如说有外国势力介入 或是台湾发生动乱 那这种状况 他明确讲的 我们尽量避开 或是不要发生 是不是就完全可以避战 不一定 但至少你所知道 可能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坚持 我们是中华民国这件事情 大陆是不承认你的 可是我们坚持 我们是中华民国这件事情 过去也发生了 马英九跟习近平 在新加坡见面 是啊 所以其实 那当然那个已经是2015年了 现在2022已经过7年了 现在这个状态 一样用马英九模式 是不是两岸会很好 不一定 只是说你在 维持我们的生活的同时 你要想办法的就是 维持生活 但是不要造成巨变 那我们没有必要100% 配合中国大陆 但是能够避免 跟中国大陆小则 跟网上跟网友吵架 大则就政治人物放狠话 然后再来的 它就是军事行动 跟核心利益 比如说 如果我们已经被 中国大陆认为说 我们跟美国 美国已经实时介入 变成是另外一个 他无法再 有任何期待的一个政权的时候 或许他就要动手 那当然了 我觉得台湾现在目前的 主要的名义还是 跟美国当好朋友 然后对抗中国大陆 这是事实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 因为你看每次选举以后 大部分的公民 可能他未必会过半 因为投票率 也没有到100% 可是 投出来的票 四大公投选举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不愿意战争的人 或是希望避战的人 你要表达出你的声音 那其他 在台湾不习战的人 也要看看战争的残忍 看看乌克兰 所以这两个礼拜 已经超过两个礼拜了 已经19天了 这19天 其实乌克兰的战争 让很多人都警醒 那我们台湾过去 其实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零星的战火 台湾从来没有这么关注过 这一次是最关注的 你看我们台湾节目 就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到这个状况以后 会担心有一天台湾 变成是那个样子 所以就会特别关注 何况美国也介入其中 而美国的动作呢 跟很多台湾的民众 是不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他没有派军队 他没有真的去 做那些帮忙 乌克兰的事情 他只给钱 他只出嘴巴 那这点我们要牢记在心 对 我们总是要从中学到什么 学到教训嘛 好 那密切掌握关注 这个俄乌最新情势的 我们立刻连线 建文吉 建大使 建大使这样在户外 在路边跟我们视讯 分析俄乌战情 好 那先请大使告诉我们 目前你怎么看在战场上 那普丁现在 他到底是怎么出牌啊 因为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问了来宾说 他现在已经开始怎么样 加大力道然后无差别的攻击了 目前现在是这样 他的战术战略怎么样 我想战术他就是 他就是以战场的这个战况 来逼合 来为他谈判桌上制造筹码 所以因为现在谈判有一点胶着 所以我觉得他就会提升在战场的 战斗的那个强度 跟他的广度 不过他不会很快的提升到底 也就是你可能你有 8个党好了 像赛车有8个党 他现在就是一党二党三党四党 这样一党一党的往上加 不过这个加的过程中就会造成 这个乌克兰这个平民百姓啊 那么跟这个乌克兰的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 更大的损失 那我觉得他的目的倒不是真正是要造成 平民百姓的这些生命财产的损失 而是要他要借着这个战场上的战局 不断的提升啊扩大 来给这个谈判制造成制造筹码 不过现在就说 美国为首 大使你认为他有可能会发动生化战吗 化学武器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生化战第一个是干冒 这是世界上所禁止的啦 国际法上禁止的 那这个是美国在一个反击而已 这个舆论上的反击 因为乌克兰现在掌握了 美国在这个生化战 在这个乌克兰发展 生化武器的一些证据 所以已经提到安理会在讨论 所以是美国做一个舆论上的反击 那我觉得 俄罗斯以现在他这个战情 我觉得战场上的情况下 他是掌握主动的 而且他有制空权 那么要把战争打到什么强度 什么高度 我觉得俄罗斯现在掌握主动 所以我们很希望这个 这个谈判桌上又赶快有结果 要不然的话 这个死伤的就是 俄罗斯 乌克兰的平民坦性 跟乌克兰的战斗人员 那么西方提供的这些武器 并没有提供任何这些实际战斗人员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西方提供武器 让乌克兰的军民去 对抗俄罗斯的军队 所以我想这个情况 对乌克兰是很不利的 好 大使你提到了 还是要回到谈判桌 那在今天有两场谈判 一场就是俄乌的视讯会谈 那另外一场就是中美会谈 那当然当然现在还有讲说要促成的就是 普丁还有泽伦斯基首脑会 那当然固然这具有指标性意义 但是是不是今天的中美会谈 反而有一些某种程度的代表性呢 或者说这个部分 会不会对战事来说 有些进展还看突破 其实这个大陆跟美国 对这场战争的基本的看法 有很大的歧义 对 美国是希望把大陆一起拉到 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这个阵营里面 可是 现在情况就是大陆一开始就认为 这个战争 不是选边不选边的问题 而是是不是能够出力 让这两边的冲突 能够尽快的停止 那么减少人员的伤亡 回到谈判桌 另外大陆的立场也认为 这个制裁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制裁只会加深 战争的强度 会延长战争的这个进行的时间 所以大陆是不太反 不太在制裁的方式 而且现在要制裁的话 现在看起来西方阵营本身也分裂了 欧盟国家好像不太愿意加入美国的制裁 所以美国现在要去跟中国大陆谈这件事 我觉得可能是另有居心 我觉得就希望把中国大陆 借这个机会一方面拖到这个混乱的战局里面 另外一方面也趁机要把中国大陆 妖魔化 好大使你认为普丁的健康有出问题吗 因为现在说他失智啊 帕金森士症癌症啊 他导致他的行为越来越怪異 越来越疯狂 我觉得前一阵子好像 川普也说这个拜登有失智的问题 那拜登这边也说川普有这个精神有问题 现在好像在媒体上放话自己的政治对手 有这个 有生病啊 或精神有问题 好像已经变成一种 一种政治传染病了 我倒是不太认为 会有这种事情 即使有这种事情的话 那不是对这些乌克兰老百姓更不好吗 我觉得大家要考量 乌克兰老百姓的这个目前 水深火热中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惨况了 好你所以你也觉得 这有可能是舆论战的一环 我觉得是造谣吧 造谣 好今天非常谢谢这个介大使 在路边跟我们分析恶乌情势 感谢大使的 感谢大使精辟分析谢谢 好那同时呢 来到我们棚内的来宾 除了这个 委员会继续跟我们一起讨论之外呢 还有董志森董哥 是大家好 好那因为刚刚我最后一个问题 问了大使说 普丁的健康出问题了吗 那其实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 维员有特别提到啦 就是觉得说 这个普丁这个 类固成吃太多了 所以什么类固成癫狂 那董哥觉得呢 因为现在就形容他 什么老年痴呆 帕金生死症癌症啊 然后才会有这么的 这么多让人摸不着的 这些举动 因为这个当然是一个文献 你也觉得是造谣吗 当然 这当然是造谣啊 我们台湾去年最有名的 是说谁的身体有问题 金正恩 对 对不对 然后说那个金正恩根本是假的 是假的 他都快死了嘛 对不对 大家记得三立电视台 那些台每天都在讨论啊 然后现在呢 现在金正恩好好的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都在 假装弄很多情境 然后再来做政论的议题 那其实你讨论了前提之前 你那东西根本是假的 假的东西有什么好讨论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全世界等于说 把普丁把它筹划 他也不必筹划 他本来就是一个侵略者 是一个就是高深莫测的恶棍 可以这样讲 对对 侵略者啊 这无庸置疑啊 对这个无庸置疑嘛 根本不是 那我们在台湾哦 其实造成的影响就是 就是要人家去表态 现在全世界最可怕就是要选边 你就只能挺二或挺屋 我两边都不挺啊 不行啊 因为你挺二成分比较多 我们都在玩这种把戏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民进党立营那些垃圾 过去都在把台湾分化 你就是红 对不对 他每天 讲不够人家就说你是红媒 对不对 就去凯达格兰大道去怎么样 就来这一套嘛 那这些人只是因为 自己没有信心 讲不够别人嘛 讲不够别人 他就用政府的力量把你关台啊 就这样啊 那你今天其实很多东西 大家都可以来讨论 你不能讲述你 然后就开始拿出那些政治手段 拿出那些模红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其实可以看到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越来越严重 在全世界就是要你选边站 所以你刚刚看到 我们借文吉大使他所讲的 美国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怕中国大陆去挺二 对不对 那现在表面上 俄国人是孤立无言嘛 表面上 那各国又全力去制裁他 制裁了很多 手法实在是很可笑 违反了普世价值 这些人用正义 用普世价值去攻击俄国 俄国刚刚我讲 就是一个俄棍的亲爱的 我讲那你 跟他一起成伦吗 今天如果有个俄国人 他没有出来骂普丁 他住在欧洲 他就要被讨华 对不对 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有多少俄国的富豪说 他们游艇被摸搜被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 因为他是俄国人而已 那可以这样吗 在全世界其实都不可思议 可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看 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对不对 那你们这些政府 包括瑞士都可以 瑞士号称中立国 这不中立啦 对啊都可以把 二国的这些富豪的财产 通通冻结末说 可以这样吗 你在中立什么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围巾子 那你今天看到真是这样 不可思议嘛 那我们今天来看 其实 这些都是媒体里面 造成一个 很多人就变成说 我如果不去挺乌克兰 我就不是正义之士 我就不是 我就没有公义 就变成这样 那当然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乌克兰民众被打 我们当然觉得说非常可怜 很多人这样流离尸首 然后跑到波兰 跑到哪里 这个当然是啊 那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台湾 包括中国大陆 或者很多那个 被你讲的这些人 他都有援助很多物资啊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是很好 这是一个人道 因为我这个物资 是要协助老百姓的嘛 那老百姓他可能 吃不饱穿不乱 我们给他一些生活上的那个 这是必然的啊 那这个和我们 现在台湾的氛围 哪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现在的氛围是什么 指控你 你就是挺俄 就跟中共站在一块怎么样 那这个是非常严重啊 所以你看今天美国 又放出来的消息说 中国大陆 现在俄国跟中国大陆 要求援助 金氏援助哦 不只是物资 金氏援助 那有没有政绩 没有 可是不林肯 然后中国也否认 不林肯先用一个匿名的官员 让美国最重要的这些媒体 全部报导 包括纽时 华谣什么 大家都报导说 然后不林肯出来证实 却有此事 那政绩在哪里 没有 因为那是你的文献站嘛 你要把他叫他已经 俄国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所以跟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你现在不给我表态 他还跟你要金言 你又被偷偷给 那你管我啊 管我什么事啊 开战的不是我 被打的也不是我 你们这些每天去鼓吹人家打仗 你们现在 现在要拉别人下水嘛 对不对 就实际上讲就是这样啊 今天大家在围 在打群架里 硬要我下去 蔡麗咖嘛 就这样 那你们先前在那边 施吼 诡较 挑衅 你们这些人现在好像反而没有事 只要出一张嘴巴 叫别人一定要下来 要不然你就跟我不同国的 那我觉得现在全世界大家都 变成把这个东西当作习以为常 那这个其实是 一个不只道德的沦丧 而且是等于说整个世界的瘫痪 就在这些人这种想法 他的扩大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乌克兰他可以指控 台湾的华硕没有推出恶狗 他就指控你 那你们两个打架关我什么事 我实际上就是这样啊 那凭什么我要推出才表示 停你们或停自由阵地吗 你们两个打了半年和我没有关系啊 为什么我一定要受牵连 那是你们想打世界大战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东西 就是受这些媒体影响 然后大家变成要去表态 那这种表态其实台湾人很熟悉啊 这些原来在民进党政府 在立营在这些太阳花人操作之下 他已经变成 大家就觉得我要勇于表态或怎么样 可是这是不正常的一个自由的社会 任何人都有不表态的自由 我本来就不用表态 我为什么一定要表态呢 我不可以中立吗 我不可以有意见 但是我不讲出来可以吧 这才是自由嘛 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 这是世界上现在 在让人家觉得不敢恭维的地方 好 那加入我们讨论的 还有台北市议员侯瀚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我们看到了就是刚刚我问了董哥 就是说这个普丁是不是健康出问题了 所以才会行进越来越疯狂 但普丁这个董哥也觉得说造谣啦 但是他的行为真的是就是在战场上 我们看到比如说讨论是不是真的 有可能会发动话舞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他这个强力轰炸马力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国际红十字会已经说了 宛如世界末日 超过一个星期没水没电没有暖气 那么食物药品相当匮乏 因为这个补给线可能被切断了 这些物资通通都进不来 所以红十字会是说 当地的居民为了争夺物资而发生冲突 我这边看到数字呢 大概已经死了大概200多人 因为死亡有200多人 2000多人我讲错了 2000多人 那所以就说马力波这座城市 是不是已经十日无多了 好那我就请教委员 就我刚刚提到现在战场上 我们看到真的 你还是觉得普丁就是越来越疯狂啊 就是啊 我觉得今天我们讨论他的健康问题 当然我觉得这个健康问题 有点像八卦啦 当然他说五蚁联盟 然后传出了这个情字这样子 今天不管普丁有没有离来 老实说普丁离来的正常消息 其实去年就有在讲了 说要让他一个二女儿去接棒 包含呢 其实在包含我们这两天讨论所谓普丁健康问题 其实早在这个八天前 其实某 就台湾媒体就有出过类似报道 对一直都有在 好那我们今天试想 他今天真的离来好 他真的因为吃过多类固醇 搞自己那个身体那个神志不清好了 他还是发动战争啊 那发动战争请问我们要怎么因应 那今天他如果真的神志不清发动战争 那我们不是更更危险更可怕吗 因为他无法预测啊 你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干嘛 但如果回到神志不清的话 我相信他今天不会这么克制的 仅在乌克兰境内 然后做局部的这个军事的部署 他大概就纯波红杂吧 大概就是连北约都一起拉进去 因为如果大家说 他是为了追求历史定位等等 我相信啊 他还是有他理智在的 那至于他的健康状况到底怎么样 如果真的爆出来 那请问我们是要等 以托代变吗 哲伦斯坦就做个持久战 就是撑到普丁今天挂掉 我们就赢了 真的吗 我相信如果普丁真的挂掉的话 俄罗斯进了更动荡不安 国外的这种战争 其实是更会加剧加烈的 所以老实讲 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有点像这个花边新闻 大家讨论我觉得就是 姑且看看啊 但其实回到这个 先讲到这个化学武器的问题啊 当然 今天有人说 好俄罗斯好像去释放 所谓这个白铃弹的东西 白铃弹是个什么东西 它其实是被禁止所谓一个生化武器 它有没有这个白铃的成本啊 它如果它爆发之后 它跟氧气 氧气之后氧化作用之后 沾到身上 大家知道人有70%是有水分的 它跟水分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 它会侵蚀你的皮肤 侵蚀你的骨头 让你痛不欲生 然后它还有毒素 会让你皮肤亏烂等等 所以它是一个很恐怖很恐怖的化学武器 所以今天美国或西方国家 指责俄罗斯说 诶 我拍到照片了 你好像在某个地方使用白铃弹 但俄罗斯说没有 的确如果使用这个 是必须被强烈谴责的 它是一个很危险很恐怖的武器 但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下 俄罗斯有没有必要在乌克兰去使用这个武器 我觉得今天会使用化学武器 只有一个状况就是 可能有很多城镇在游击都会怎么样 俄罗斯觉得很烦 这些敌人我打不到 我找不到他 我付出了极大的军事成本之后 我还是没办法签名这些人的时候 最后我要使用化学武器 很多历史上使用化学武器 大概都是这个状况 再来我觉得俄罗斯比较不太可能 使用化学武器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今天俄罗斯 如果他今天进入乌克兰之后 他认为乌克兰人民对俄罗斯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认同的话 他未来还要统治这个地方 不管是亲自或傀儡政权等等 那他们百姓比较安抚的话 其实使用化学武器 是会很伤害当地平民百姓的 那我们从刚刚报道上一集 我还有一个人有讲到 其实看得出来 俄罗斯在这一连串当中 他有没有误伤或伤害到平民百姓 有 我们看到这个媒体 都跟他的影片都有 但问题是他是不是针对 百姓进行大屠叉 他看起来是没有的 他还是就进行一定程度的 这个去克制 所以今天这个所谓的 白银弹使用新闻 当然还有 也有可能是所谓的认知作战 或者是其他的媒体的资讯 不一定是在乌克兰发生的 或者是资料方面等等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但如果真的俄罗斯使用 所谓化学武器 我们当然强力谴责 因为化学武器 真的对人民伤害太重了 那最后其实我要讲到 其实今天看起来 当哲伦斯基发现 西方国家都不挺他的时候 不断的要求 这西方国家都已读不回的时候 我认为啦 和谈的机会 或者是这个战争 终止的机会 渐渐会变高 因为哲伦斯基 他已经没有背后的这个靠山了 所以我觉得他会比较愿意 坐下好好去 跟俄罗斯去做和谈的动作 所以我认为如果接下来 真的有所谓第四轮谈判的话 我认为 基本上是应该会有些 比较实质的进展的 但问题是其实我也 我也觉得整个战争发展到现在 我觉得很可悲啦 就是 没有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 不管是俄罗斯 不管是乌克兰 或者是不管是西方各国家 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 希望这战争赶快停下来 为什么这么说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 是在制止这个战争 希望大家做些好好谈判 好好去沟通 好好让这战争 尽快结束的一个举动 都没有啊 彼此就是放话叫嚣啊 然后彼此就说 你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美国就一直沉重的代价嘛 然后泽伦斯就一直发表演说嘛 俄罗斯发现这两个纸老虎 没有实际的军事的一个 一个很强力的一个 反卫的军事实力 我当然不断的去入侵 一个一个一个把 乌克兰的城市吃下来 那这样子战争 永远都结束不了啊 那今天发生战争的时候 最最最伤害的是平民百姓嘛 我相信没有一个百姓 希望战争持续发生 他们当然需要维护国土的主权的尊严 当然希望抗战到底 但也不希望战争一直持续 因为老实说 今天我愿意上场打仗 那问题是我有我的家人 我有父母 我有我爸妈 我有孩子 他们打不了仗啊 难道他们也要去面对 这所谓战争烽火的侵害吗 我当然不想要这样子啊 所以我当然希望 战争赶快的去暂停 甚至结束嘛 那今天 谁能让这场战争暂停结束 我认为几个负责任的大国 包含当事者 俄罗斯跟乌克兰 当然是直接当事人 他们必须去沟通 美国在这个时候 他介入的角色是到什么程度 他能不能够 给乌克兰一定的支援 跟支持跟承诺 以及给俄罗斯某种程度承诺 这美国也必须去谈嘛 最后我们就讲到 美国他就面对 这么一连串的事情的时候 你看到他整个 那个贺锦丽的状况很奇怪 就讲到那个 那个所谓的那个 难民的问题的时候 然后发现美国 其实针对难民问题 贺锦丽既然说哈哈大笑 对 这也是我要来讲的 好就是因为难民问题呢 是非常头痛 那国际当然很头痛 尤其呢 我们看到最新的数字 到3月12号的时候 波兰已经有165万难民了 好那很多 衍生很多社会问题呀 包括你会不会有性剥削的问题 好那还有这个 在德国的女性难民 遇到人口贩卖的威胁 好可是呢在 谈在解决这个难民问题的时候 我们知道上星期 这个贺锦丽访问波兰嘛 那和这个波兰总统会面的时候 就是有在 记者会上媒体询问 美国是否会接受 乌克兰难民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 来缓解波兰面临难民的 庞大压力 记者才刚刚问完话 贺锦丽呢 转头看了这个波兰总统一眼 想要等对方先说 这对方也没说 那最后贺锦丽很尴尬的大笑 好那我才说 在群困患难中的朋友 才是真正的朋友 因为我看过那段影片的 都会觉得她的 她当时的反应非常的诡异 贺锦丽是哈哈大笑 那我想要说的是 到底有什么好笑 尴尬的笑吗 汉廷 那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嘛 对吧 而且呢很显然的 她是很心虚的笑 被突袭的问到这个问题 她也没准备 然后想不到波兰呢 她去波兰没准备这个问题 她以前去越南的时候 也搞错当地的一些历史了 所以很显然的 她本来也搞不太现有状况 而且呢美方所闹出来的笑话 或者是不人道也好 或者呢是她在这件事情上面 展现的不同情啦 或者是这个不够的庄重跟严肃 那这也只是她个人的问题 那我们应该看到是 美国整体结构跟战略布局 本来就是一手策划 这一起战争冲突的元凶之一 就是美国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仅关注到贺锦 好像他个人这个不得体 但其实是美国就是个大dirty 一个烂梗 那在这两天呢 其实最近的一个冲突 比较新的 是俄军呢在乌克兰的西部 一个什么陆军的一个科学院区 然后呢有进行了轰炸 陆军的这个学校进行轰炸 那么则伦斯基方面的讲法是讲说 哎呀这里面这个都是凭老百姓啊 并且呢以此来要挟北约 因为这个轰炸的地点呢 是离波兰境内非常非常的靠近 大约只有25公里 那么已经算是乌克兰的边境了 所以则伦斯基来以此要挟 都说你看那个北约 如果你再不赶快设个禁航区 如果你再不赶快停我们的话 那到时候俄罗斯就打到你们北约了 你们帮帮我们啊 则伦斯基基本上是这样的呐喊 那不过呢北约一样是不理他 一样不理他 因为觉得说尤其是美国的国防部发言人 一样也是叫科比的 他讲说哎呀这个设立禁航区不是开玩笑的 这禁航区不是一个空中警戒说设就设 那设立禁航区 那如果俄罗斯的飞机飞过来 那要怎么样呢 那就要打下去啊 所以设立禁航区那就是开战的作为 所以美国国防部又再次的否认 不仅呢这个不会设立禁航区 更不会派兵相助否则那又是所谓的 两个具有核武器国家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好那么 泽伦斯基的讲法是说你看俄罗斯好可恶 竟然轰炸一个这个也不会对俄罗斯造成威 造成威胁的地方 里面都是老百姓啊 可是俄罗斯方面怎么说呢 俄罗斯说我这空袭炸弹打下去 打的正是地点 什么地点呢 因为打的就是外国志愿兵 总共打死了180多个外国志愿兵 还有大批的外国的军事武器 那么很显然的 乌克兰的讲法跟俄罗斯的讲法又不一样 那么我们就来考考大家 到底大家觉得谁讲的比较贴近现实呢 就如果那是一个什么地方都没有 都是平民老百姓的话 俄罗斯花炸弹去空袭它 干嘛 对吧 那很显然的应该是乌克兰讲的 是比较有道理 也就是说那个地方确实俄罗斯掌握到了情报 而且确实的掌握那部分 那个地方就是西方 就是波兰 也就是北约 各个去提供军事援助 甚至是有所谓外国的志愿兵 就是雇佣军 然后要来加入到乌克兰的战争 所以你看这些外国人民浩浩荡荡 美国声称派出3000个 英国也乐见派出很多的志愿兵 浩浩荡荡 我们为了保卫民主自由 然后就到了乌克兰的境内 一到乌克兰境内 轰炸 没有了 所以好险林非凡跟他们也没有去 是吧 要去的话一下子也就是不见了 那么台湾呢 那么民进党就可以每个月少付9万块 这可能对民进党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总而言之 这个战事持续的在进展当中 那么一方面除了有持续的战事 也可见了 俄罗斯如果真的所向媒体所报道 哎呀 这个普丁已经失智了 帕金森斯症 什么阿兹罕默症 就各种症都来了 就是他根本就是一种暴政啊 什么的 又是一个烂等 如果普丁是暴政的话 那他打仗 怎么还可能打得如此有条有理呢 如果一个失智的人 指挥战争指挥军队 都能够如此清楚的部署 而且是一步骤一步骤的话 哇那他没失智该有多可怕 那整个的战场局势很明显了 因为乌克兰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其实就是乌东部队 因为常年对顿巴斯地区开战 所以累积了炮火的经验 专门在杀这个平民老百姓 所以呢 俄罗斯的军队一开始 牵制了乌东地区的主力部队 然后从南北夹击嘛 南北夹击之后 要开始逐渐的合围 这个收口袋战术 逐渐的包围到整个基辅 那现在呢也没有急着说要立刻就把基辅拿下来 一方面呢俄罗斯认为 因为基辅里面还是有太多的平民老百姓 他们本来也不想要伤害到太多的一般人民 那第二呢还是要等待其他的军事行动 战告一个段落 这所谓的一个段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消灭掉乌克兰本身的所有有生军队 跟有生的这个军事实力 否则的话就算拿下了基辅 就算乌克兰投降了 可是乌克兰内部还有大批的军人 还有大批的武器 那这些也不能够实际上继续留存 所以俄罗斯的目的非常清楚 就是要透过这一场战役 把所有乌克兰内部的这些有生军队的力量 通通都给消灭掉跟歼灭掉 因此呢接下来不仅是这个 从北南部的一个前行攻势的夹击 所以接下来也会投入在对西部的打击 这从在前天 俄罗斯先在乌克兰西部轰炸一个机场的时候 就态势非常明显了 轰炸机场一方面当然是要阻断北约国家 对乌克兰的种种武器 或者军事的一些援助 二方面也是要彻底瘫痪 乌克兰的制空权 因为等于它大部分的机场都已经瘫痪了 它再也没有办法让战机起飞的 这些跑道跟机场都没有了 所以瘫痪了这些之后 你不仅仅是说 告诉你西方国家不准过来 我认为接下来俄罗斯还是有可能会加大 对西部地区的攻击 那这些目的是什么呢 一方面像我们所说的 就是要去除它整体的军事实力 二方面透过这些打击的行动 才有办法尽可能的叫以战逼降 所以目前乌克兰所告诉大家出来的消息 是谈判有了一个初步的进展 就俄罗斯也说双方有一个初步的进展 这个进展是有六大条件 这是比较新公布的六大条件 那要乌克兰再回去研议 这六大条件呢 包含都要未来要写入到 乌克兰内部的这个宪法里面 其中就包含了 就所有的都是去军事化啦 然后是当然啦 克里米亚归俄罗斯啊 然后敦巴斯地区要独立啦 然后要保持中立化啦 甚至呢 也要在这个宪法里面明定啊 就是要不得限制俄罗斯的这个语言 然后呢 也要排除所有纳粹的这些军事组织 或者是民间的社团等等 那么这些内容其实对乌克兰来说呢 会是严重的 这叫做干预内政啦 对吧 我们国家本来过去 先前他们其实是有立法 比如说排击 排...歧视俄罗斯的语言 你用俄罗斯的语言 你就不能够从事什么活动 你用俄罗斯的语言呢 你就不能够来设定你自己的什么学校啦 你自己的媒体 通通都不行 就像台湾如果要搞什么原住民电视台 对吧 是可以的 但在乌克兰 你如果要搞俄罗斯语言电视台 不好意思 这个是不准开的 所以俄罗斯就要求乌克兰 要把过去这些歧视俄罗斯族民的相关政策 通通都给废除掉 那总共相关有六大条件 那这六大条件就看 乌克兰哲伦斯基到底最后是接还是不接 所以他现在一方面呢 是跟俄罗斯准备要谈判 这些条件要接受哪一些 但同时呢 战争也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打击也在持续进行 所以谈谈打打 打打谈谈 估计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在聊天室里面很多人也关心 这个台海局势 就说怎么都不谈台湾 那从乌克兰看台湾 台湾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 我们就从 这个是曾经参加起草 台湾关系法的知名政治学者熊介 他也是起草人之一 他就直接说啦 你台湾不用幻想了 两岸开战 美国是不会出兵的 他怎么说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美国却没有出兵协助 这可给台湾想搞台独势力的人士 当头棒喝 不要幻想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 那么在前两天 我们看到BBC也写了一篇报导说 是给台湾的三个启示 第一个就是乌克兰战争 将如何影响未来台海局势 中国是否真的会效法俄罗斯 武统台湾 以及对于台海发生的战事 美国是否会出兵协助 其实讲到最后 包括了像之前我问Ross Funger 他也说会提供武器 但台湾还是要有自我防卫的能力 其实最后是这样嘛 董哥 对啊 其实这个讨论非常多 最近曹星成来说 问这个问题的人 还被曹星成羞辱 但是你讲 一个新加坡人其实也不必这样 我讲我们其实 这个问题讨论过很多次 那我们政府的态度怎么样 我引述政府 罗秉承的讲法 他是行政院发言人 他说我们绝对不一样 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呢 第一个 我们在国际的地缘政治上 有不可动摇的重要性 大家听重要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有200公里台湾海峡 隔离的特殊性 所以它要攻过来没那么容易 那第三个更是 大家都认为很有道理 第三个是说 台湾有重要的高科技 它是世界上国际供应链里面 所以我们有重要的关键性 讲的当然是台积电 台积电有金言 全世界都在抢台积电 不得了 你知道金言里面 有个很重要的要素是什么 叫做奶 空气的气 把那个米拿掉 换成一个奶 这个奶 全世界百分之七十产在乌克兰 乌克兰在被打成这样 奶比 比晶 晶片还重要 全世界百分之七十在那边 现在乌克兰被打成这样 全世界有怎么样吗 说乌克兰那个 我们要抢救我们 晶片里面最重要的原料 有没有 没有 那个奶比我们台积电还重要 是不是我们台积电要靠它 那大家看 其实你讲这话 都是自我安慰而已 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不希望台海有战争 但你把它拿来做比较 其实 国际上鼓动 乌克兰 去挑衅俄罗斯的这些人 他们现在其实都 没有真正伸出什么严手 对不对 乌克兰说简单嘛 你就进飞嘛 不要 没有人要 所以他现在大家看 现在乌克兰他唯一的武器 唯一的武器 唯一的武器我老实讲 就是媒体 因为他的总统 每天当全世界第一网红 他就像陈时中一样 每天下午两点党 大家都要看陈时中 看今天有几个本土 对不对 那大家看 哇他网红 他就指控这个指控那个 指控到最后 很多东西是假的 我指一个最简单的 譬如说 刚刚委员提到白铃蛋 哇白铃蛋 哇要跟水接触 身体百分之七十 那不得了 对不对 会不会 我告诉你这种都是犯法 都是文献战的一部分 我提醒各位朋友 全世界最厉害武器 大家都怕的叫核武 现在认为有九个国家有 那都怕核武大战 所以大家为什么那么 顾忌北韩 因为北韩有嘛 对不对 北韩那么穷 国也不是大国 为什么大家怕 那就有嘛 那俄罗斯当然是有 大家讲仅至于核弹的是什么弹 是不是叫炸弹之父 最近大家很多人讨论 炸弹之父 对啊 我告诉你 3月1号 乌克兰2月24就开战了 3月1号 乌克兰驻美国的大使 大使很大 代表总统 他叫马卡罗瓦 他控诉 俄罗斯已经 已经用了炸弹之父了 然后隔两天媒体就拍出来 我有拍到 我已经丢到 那我请教一下3月1号 然后他们又说拍到了 拍到有一枚被他们拍到了 那今天是3月14号 为什么没有后续 那是假新闻啊 那当然是假新闻啊 为什么 因为仅至于核弹的炸弹之父 是美国的炸弹之母 威力四倍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老实讲 现在根本不必在那边 打基辅打得这么困难 这投下去那基辅也 大概都 人都也大概死 死得差不多了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朋友 你在看新闻里面 很多是假的 而且是西方媒体 然后配合 那个乌克兰这些高官 然后他就每天讲 他就要达成某个效果嘛 那美国效果 这个效果有达到一点 然后过几天 没有后续了 再丢出一个 所以从核弹之母 有到白银蛋 每天在讲这些 那我讲喔 当然我们对于 乌克兰被 入侵感到非常沉痛 因为有这么多人流离失守 240万人这样 对不对 又有那么多小孩死亡 看得是很难够 但是我说 你在看这场那个 回归我们新闻的话 我要看的东西是真实的 不管你都惨累或怎么样 譬如说今天有媒体讲 纽约时报记者被打死 我说那是假新闻 因为那个人过去 当过纽约时报记者 可是他现在不是 你只能说 前纽约时报 那他现在有什么头衔 没有 他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他可能觉得说 我干过记者 我要到现场去 我有些东西 他就是个美国公民 对一个美国公民 我用手机以后 或什么拍一些东西 或自己带摄影机去拍 拍了我再 可能卖给各个媒体 或怎么样 或者把它提供 或在网路上播 我要让大家知道 二斤都残了 那你就是一个公民记者而已 但不是纽约时报记者 我讲这个才叫正确的新闻 对 但是你如果不写 纽约时报记者被打死 全世界的媒体谁要报导 进去的人 公民记者 公民记者就是普通老百姓 我拍一段我就生气了 香港什么 反送中什么 每个人都是公民记者 对不对 都选择性的 选择性拍出来 你看他警察打人 那你们前面二十几个人 把警察 踢倒在那踹 你们就不放出来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 看说 香港反送中 纪录片怎么样 每个人出来夸赞 那东西都是断章其意 剪自己要的 对不对 反送中的时候 有个老人 被你们反送中 这些年轻人 用砖头活活砸死 你为什么不把他 放在你的纪录片里面 就对你不利啊 有个人没有停你们的时候 你们在他身上 焦气油点火 你为什么不把他 放在你的纪录片 我们所有的事情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生命 一个生命被你活活砸死 你们说你们的纪录片 多么值得夸耀 民进党立委包场 为什么不敢放这一段 生命最可贵 为什么你凭什么 在人家身上 焦气油把它点火 请告诉我 所以 所以大家 大家就是论事来讲 没有 我们国际 或者台湾 能够有这样 就是论事的空间 其实是很少 那当然很多人觉得 他永远对 因为他知道 他怎么去剪辑 所以最重要的 战争是什么 是媒体的战争 是文仙的战争 谁包揽最多的媒体 谁就赢啊 那这个在险战是很有用的 在台湾民进党 掌控九成以上媒体 现在要 现在要九成五了 因为又有一家进来了嘛 准备要开播了嘛 就九成五了 那真正想做 做好这家媒体的 董事长已经被翻掉了 就赶快把你翻掉了 我们把你摆出来 是要给NCE看说 这个人长得还蛮秤头的 然后过了以后 赶快换董事长 总经理也一起被换 就把利盈的人 通通推上来 民进党在搞这一套 他不怕人家讲啊 为什么 因为会讲的只剩百分之五啊 对不对 所以他根本不怕 好 那我们是那百分之五啊 我们承认我们就是那少数 可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叫公平啊 这不公平嘛 我刚刚随便 举了几个新闻的案件 我讲的每一件都是真的 可是你在媒体所呈现的 那是对某一方面有利而已 另外一面 对 那根本不是真正的新闻 真正的新闻要 不偏庇物 不倚再重力 那我把这个重力的东西呈现来 很多人也会不满 你跪球 就像刚刚在骂伟汉跪 是谁跪啊 日本人来的时候 是谁的主妇去跪啊 是哪 谁的主妇去出卖抗日 的战事 是谁啊 对不对 我们讲得很清楚嘛 今天 如果要讲这个 大家把历史都摊开 都可以看到 什么才是是非 什么才是历史 什么才是真正的 那今天的新闻 将来会成为明天的历史 没有错 但是 经得起检验嘛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立刻订阅中间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 这段时间 不见了 这段时间 不见了 这段时间 附近的时间 是